做不到真正的药 那刚刚他简单的讲的这三点里面就是很清楚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92、97年到102年的安乐死的平均死亡率已经降到了41.54 然后呢 那个二分之一现世啊表现比较好的呢 已经到了101年已经降到了36.8 但是农委会啊 他所定出来的指标啊 却呢是在那个103年的时候啊 才要从50%开始 那这个文委会的指标是我在去年 我在那个前年开始呼吁去年 逼他们定了结果 那我觉得想说啊 文委会过去啊 20年来从来不定各种指标 他定了感觉好像还不错 有定出一个指标从50开始下降 可是我还是觉得指标太宽松 可是经过我们那个 我们的那个王先生这样的一个指点之后 发现到啊 我们农委会这个指标就是一个呼隆的指标 是一个天龙国指标 因为当各县市都在下降的时候 他还从从那个动保 从那个各种所里面啊 从两三年前啊 比较比较宽松的指标 开始在进行下降 就我想今天啊 委员在这边很好 我们动保团体要呼吁就是说呢 我们要求农委会修改他的那个指标 变成是具有挑战性 同时呢 我们呼吁委员 因为现在预算还没有审查 还没有结束啊 我们要求呢 如果农委会不修正他的整个的关键 一些绩效指标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来通过他的预算 我想我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简单的呼吁 那现在我先请 因为时间有点紧 因为我们十年还有别的团体要使用 所以我们接下去 我们就请今天出席的一些团体 我们就请大家 针对刚刚王先生 个人平常的一些经验 做一个简单的换作 我们再请委员做一个结论 好 那我们先请这个 我们请理事长 那个兽医师工会的理事长 杨敬理事长 委员还有执行长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韩信号来宾大家好 我简单的说 全台湾有5600位兽医师 领友兽医师执照 但是呢 其中有将近快4000位的临床兽医师 是从这小动物医疗方面 所以说在农委会在定这个 我们在小动物跟经济动物上比例的兽医师上面 的确真的是要再加强 那另外呢 从这12月的电影里面 有几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心流 第一个就是 当狗狗被代替到收容所之后 他的扫描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晓得 有时候晶片会从脖子跑到腹部 跑到井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全面很安稳的一个扫描的话 其实他有机会回家的 可是因为扫描的过程太炒算 所以说往往丧失业回家的机会 第二个呢 就是疾病的分离 就如刚刚王先生讲的 不管你是有病没病的 犬温 肠炎 猫温 传染性附膜 等等 大家呼隆在一起 所以他要任养机会 是几乎是零 那第三点就是 弱小动物 其实说说幼犬也好 幼猫也好 他被任养比例其实是最高的 所以幼犬幼猫 应该要单独隔壁来管理 把这疾病来控制好 还有年龄来做分别 我相信在这个所谓的三十八四十几这个percent里面 可能还不包含他自然感染到疾病的死亡比例 如果再把这个得到肠炎犬温和自然死亡比例加进去 其实他安乐死的这个所谓的死亡比例数字应该更高 因此我们陈董的呼吁有叫王先 还有我们立委这边 这个陈委员这里 能够的确真的我们希望 我们台湾是一个不会遗弃流浪的 也不会有流浪动物 更没有所谓的这个安乐死之亡比例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出现 当然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在现阶段这十二页 让他平平安安的过了十二页 而不是那种恐惧惊恐饥饿 故咬这样子 没有一个尊严的十二页 我想说这样的发表个人的感想 谢谢 现在我们再请一个叶铭尼 那个理事长 治疗犬行为 各位大家好 我是同学治疗犬行为的理事长 这一支是我们治疗犬小美 然后这位是她的主持人小美 那小美呢 她是当时幼年的时候 她是一窝被寄养在兽医院的文后 很幸运的她没有流落到收容所里面去 因而她才有机会 可以参加我们治疗犬协会 成为一个可以帮助人 又可以帮助动物的这样一个大使 那我们治疗犬协会 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我们服务了一千四百个人次的那个服务的对象 那可以见得就是说 这些狗狗 这些狗狗如果他们经过一个很好的热养 遇到好主人能够给他很好的教养 他是可以重新回收来到我们的社会来提供更好的一个贡献 那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 收容所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非常有潜能的狗狗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社会上来服务我们人群 那所以我在这里很诚恳的这样子呼吁就是说 请给这些收容所狗狗在十二夜里的这个十二天里面 能够有机会再重新的可以回到我们社会 回到他应该属于的家庭 那也请拜托在这个十二夜善待他们 不要让他们原来有潜能的 对人类还很有信心很有信任感的 在那十夜里消除的待尽 那所以这是我在这里诚恳的呼吁 如果不是如果没有改善这个现况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再得到更多的像小美这么优秀的狗狗 谢谢 小美的妈要给她的想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觉得很幸运能够养到小美 那时候她在送医院被丢在门口 然后我们就尽量的送养 结果她是最后没有被送走后来我收养她 那我觉得她比米克斯犬比一般民众犬 他们其实更聪明更人性化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从事从物美容的工作 所以其实接触非常多的狗 那也希望大家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真的是很帮的狗狗 谢谢 谢谢 你们来请